门窗紧锁监控设备齐全 犯罪嫌疑人如何在深夜悄然入室 我们当时就分析这个嫌疑人是有意就为之 只想去规避一些监控啊或者什么 夏日炎炎开冲通风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看似安全的环境又藏着怎样的隐患 入户盗窃它的这个场所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工作 干部他在这个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 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其他的案件 热闹街区光天化日 柜台中的手机却瞬间不翼而飞 盗窃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市民又该如何应对 也像孤壳一样靠近了他的柜台 然后趁这个老板不注意 把手伸进柜台里面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钟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 今年入夏以来 全国大范围内持续着高温 酷暑之下 有一群人却想方设法 利用大家急于纳粮 避暑时候的疏忽大意 伸出黑手 也让夏季成为了盗窃类案件的高发事件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看管好自己的财物 防止盗窃类案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这是位于湖汉市红山区的一家 临街便利店内监控探头拍摄下来的画面 6月21号晚上凌晨两点钟左右 一个衣着古怪的男子来到了这家便利店 他身穿长袖长裤 努力用衣领遮挡住自己的面部 将一个大号的双肩包挂在自己的胸前 在便利店收银柜台前来回游走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6月份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 当时就是在晚上也很热 像我们正常一般都是穿的短裤或短袖 结果武汉这个天气了 一般的话是不会穿这种衣服出来 像他这种穿长衣长袖 而裹得比较严实 我们当时就分析 这个嫌疑人是有意去围之 是想去规避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监控啊或者什么 接下来这名男子先是对店铺内装有高档烟酒的柜子 无论翻动 然后又走到收银机边 拿起了收银机里现金的主意 而且这香烟都是比较这个价值比较高的 它那个超市里面有很多香烟 这个嫌疑人呢 当时在偷这个香烟的时候 他是有显日性的拿 你比如哪个香烟 之前哪一香烟比较贵 哪一香烟比较好卖 他就拿有显日性拿 接下来这名男子几次三番 试图打开收银机取走现金 都未能无怨 随后他将整个收银机拆下搬到画面远端 就用他随身带的这个作案工具 这个螺丝刀 收银机搬出来 就在这个垫子里面地上 就螺丝刀把它敲开了 里面大概有收银款 大概八千余人 在搜集了数十条高档香烟 和数千元的现金后 犯罪嫌疑人整理出了三个大口来 然后搭乘出租车 离开了案发现场 整个盗窃过程 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由于案件发生在凌晨 高温深夜 让凌晨路面上没有行人 所以犯罪嫌疑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盗窃店内财物 报案人向警方表示 他自己在离开时 已经锁好了大门 而且超市内又有监控设备 认为自己的防盗措施 已经非常完备 所以才将大量现金 留在了便利店里 既然便利店外门窗紧锁 犯罪嫌疑人 又是如何进入到案发地 开始地长达近两个小时的盗窃 把这个超市 他进去的时候 就用那个钳子 就把这个超市的这个 门口的一个锁链 铁锁 把它剪断 把它剪断以后 再把门打开 然后再进去 犯罪嫌疑人 正式利用了商铺门锁 容易破坏的漏洞 剪开门锁后 进入店内实施盗窃 通过店铺内的监控设备 警方大概掌握了 这名夜半反客的外贸特征 随后 警方通过路面的沿街监控 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视频追踪 从通过追踪他这个 窗后离开的这个轨迹 就发现了 他把通知偷了以后 就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这个汉口的江边 警方发现 犯罪嫌疑人除了盗窃手法老爹外 还试图利用不断变换交通工具 来过与警方的视频侦查 并曾在逃跑途中 隐藏自己犯罪的证据 把这个简单的铁鼠 排进这个包容带 就是江边找个地方 把它这个掩埋起来 掩埋以后 然后再去削张 把这个张物 削到一个超市里面 削了张 然后削完张以后 再回到他的住的地方 最后我们在住的地方 通过这个拨牌还守候的时候 就将它抓获了 酷暑难耐 很多市民喜欢在夏季的时候 开门透风 高层住宅的人 还喜欢在夜晚开窗入睡 别以为高楼层的住宅就安全 一些不法分子 就会像蜘蛛人一样 靠攀爬管道 攀爬空调外积等等 这样的方式翻窗入室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类案例 这天夜里凌晨 一名年轻男子 在武昌区某小区内游荡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名年轻男子 身穿深色衣裤 不太轻盈 约一个小时后 这名年轻人 再次从另外的一个探头内经过 此时 他的身上多了一个背包 半个小时后 他背着包走进了一个花坛 大约过了两分钟 他从这个花坛出来 此时 他身上的背包不见 又过了一个小时 他再次背着包 离开了小区 第二天 这个小区所属的泰出所接到报警 报案人王先生称 自己的家中 昨晚遭遇了小偷的关雾 报警人在我们这儿报警 他说他回家以后 发现家里有很大的翻动 然后他买的笔记本电脑 没了 而且还有现金 也没了 王先生并不是案发当晚被盗的唯一住户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派出所陆陆续续接到了十几名受害人的报案 被盗财务价值达数万余元 警方还发现 许多受害人是在睡梦中遭遇了小偷入户盗窃 和一般盗窃的区别在于 入户盗窃 他的这个场所 首先他规定了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是人家自己生活的地方 如果犯罪嫌疑人 进入了被害人比较私密的生活空间 有可能当时在这个私密的生活空间内 他会有人在那儿生活 比如说妇女或者儿童 那么他在这个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 就有可能由一个盗窃案件 转化成为其他的案件 比如说抢劫 甚至可能危害 结果更严重的案件 这些受害人大多是高楼层住户 家中的门锁并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案件发生在凌晨 许多住户都是在睡梦中被小偷盗走了财物 一番调查后 警方发现这些受害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晚上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 晚上要透气 有的家庭 就晚上把那个厨房 或者卫生间的窗户再打开 警方分析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从没有反锁的窗户 翻入屋内实施盗窃 经过仔细的监控排查 之前那名凌晨在小区内游荡的年轻男子 引起了侦查民警的注意 由于被盗物品大都是以现金手表手机等便于携带的财物 办案人员判断 那个背包应该是他在案发现场临时提取便于携带赃物的 而他之所以将赃物藏在花坛 是为了方便他继续作案 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翻入动辄十几层高的住户家作案的呢 小区里的一个监控探头解开了警方的疑团 在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先是利用空调外机爬上了楼外侧的平台 然后利用燃气管道一点一点向上攀爬 他的这个作案手法是通过小区楼房的管道 咱们那个小区咱们有的是厨房边 有的是厕所边 不是都有一些管道吗 他就是通过这些管道然后往上攀爬 他攀爬到这个他想要作案的这个对象的家里那个窗户的时候 他就首先推下这个窗户是否开了或者关了 如果窗户锁掉了 他就放弃这一家 他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警方对近一阶段诸多类似手法的盗窃案件进行串并 办案人员发现这名男子不但和近期其他入户盗窃案有关 而且十分狡猾 这个嫌疑人特别狡猾反侦察能力比较强 他每一次作案完了以后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这个走访啊 包括这个监控系统进行这个排查啊 发现还有个特点 他成就出租车 而且他往不一样的地方走 而且在中途他还换成出租车 虽然犯罪嫌疑人试图逃避警方的视频追踪 但是民警还是发现了关于他落脚点的关键信息 他每一次虽然说换成出租车 虽然说这个不往一个方向走逃避 不往一个方向逃离现场 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一次都跑都到了最后一个银行 咱们就在那个银行进行布控进行守候 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又来到了这个银行 咱们就在这个银行现场把他抓获了 抓获了以后把他带到他的出租屋 在他的出租屋里面查获了大量的账物 凌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熟睡了 路上行人稀少成为案件高发的时段 而在白天犯罪嫌疑人更善于伪装 他们往往混迹在人员密集的市场 车站等等这样的场所四季下手 犯罪分子不但会选择在行人不多的凌晨时分 对比较密敌的商铺内住宅里实施到齐 在白天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他们也会趁人们一不留神的时候对受害人下手 在武昌区的一个农贸市场里 就有人对一户商家伸出了黑手 监控画面显示 这天下午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内 走进了一个身穿黑色衣裤的男子 这名男子四处张望着 一番观察后 他向画面左边一家贩卖熟食的商铺走去 那天中午生意特别好 咱们菜市场的老板在那不停地到待一个顾客 这时候一个黑衣男子 也像孤壳一样靠近了他的柜台 然后趁这个老板不注意 把手伸进柜台里面 这名黑衣男子上一秒还用手拖着下巴 好像是在挑选商品 下一秒就趁着店家忙生意时的疏忽 迅速将手伸入窗口 从店铺内拿走一部手机 整个作案过程用时不到三秒钟 这种一般到期 他往往是利用了受害人的一个麻痹大意的心 一不小心或者没注意 或者没想到把贵族物品随手一放 这种类型的案件 这个作案人 他往往有一部分还是建材起义 明时起的义 往往作案时间就很短 一瞬间就把这个东西拉走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调取了农贸市场内外的监控设备 很快辖区民警就认出了监控中的男子 正是本地的一名贯偷刘某 根据手中掌握的线索 警方迅速在刘某的住处将其抓获 被盗的赃物也被公安机关追回 通过刚才的这样一些案例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犯罪分子狡猾 多端无孔不入 但是每一起案件当中 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受害人麻痹大意 属于防范问题 那么在这酷暑之下 怎么样能够防盗呢 怎么样才能够杜绝安全隐患呢 民警为大家总结出了以下几条防盗攻略 炎热夏季夜间徐徐的凉风大大降低了市民的温度 许多家庭尤其是高层住户喜欢选择彻夜开窗来环景高温 可这种做法却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到了后半夜睡得比较沉 这个时候是往往是这个攀高 这个翻窗 这个通过阳台通过窗户进入室内盗窃 这样的时间段比较多一点 这类入户盗窃案件多发于高层住户 究其根源是狡猾的犯罪分子 看出了这些高楼层业主的侥幸心理 比较低层的住户 二楼啊 三楼啊 四楼啊 大家注意观察 往往他的防范意识还强一些 往往就是住了高层的一些居民啊 一些群众 他的防范意识相对差一些 因为他这个有一个侥幸心理在里面 我家住这么高 那个小偷要偷的话 也偷不到我家来 对吧 我家这么高 他怎么上来呀 针对这类入户盗窃的案件 人民群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入户盗窃犯罪嫌疑人 我个人觉得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他从门井进你的家 第二个 他从窗户进你的家 他没从没办法从其他地方进你的家了 如果那个嫌疑人通过攀高上来的时候 他毕竟在外面着力点 不是很舒服 毕竟是在管道上面着力点 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腾出很多的精力和方便 比如说两个手不可能全部腾空 他来去瞧你的窗户啊 瞧你的锁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一定晚上休息的时候 一定要把窗户一定要锁好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住宅里打开的窗户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计 那么牢牢紧锁门窗的商铺显然实施盗窃的难度更大 这些被盗的门店都是在哪里出现的疏忽 让它成为了犯罪分子选择的目标呢 这种你盗取这个商业门检验的 都是一般是用以这个暴力手段 检锁或者撬门 这个门锁一般的就是比较很普通的 你比如这个铁锁 一般很普通的铁锁 把门破坏了就直接给进去了 里面也没有人 没有人职守 所以他觉得很简单 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不容易暴露自己 而被盗的商铺还都存在着 进出口照明不足 缺少监控设备的问题 也就在心理层面上 给犯罪分子间接撞了胆 这个光线比较弱的地方 这个铁锁人他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他有一个心理上面有一个 有个客观的一个 他自己一个本身的一个反应 他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暗 或是比较黑 没有人 在人本来就很少的情况下 没有人去关注 关注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大胆地实施这个作案 那么商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 来预防告气案的发生呢 商家这一块主要是第一个 就是把进出的门窗 增加它的照明 就给嫌疑人一个心理震慑 然后呢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门窗啊 要加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 和一些报警设备 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门锁这一块啊 这个商家尽量是去加装一些这个内置锁 或者是增加这个绝扎门 与入室盗窃不同的是 在揭灭公共场所中 犯罪分子顺手牵扬具有随机性和确定性 没有门窗监控的防护报警设施 一不留神 手中的财物就进入到了犯罪分子的口袋 因为这个到了夏季的时候啊 天气啊比较炎热 咱们市民啊出门的时候啊 第一穿的这个着装啊比较少 那些随身物品啊 它不像冬季的时候可以放在内口袋啊 对吧 很多地方可以装 有时候夏天咱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啊 穿个单衣出门对吧 女士有时候穿的是裙子出门对不对啊 口袋没那么多 有时候就把那个随身的财物啊 可能凳子上一坐 一些手机啊 钱包啊 往桌子上面一放 就容易给这个犯罪分子造成了一个可乘之机 那么针对这类犯罪行为 老百姓又该如何防范呢 这是通俗话说 把物品管好 怎么个管法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贵重物品 咱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咱们控制的范围之内 千万不要大意了 随手一扔啊 随手一丢啊 就是如果一旦大家觉得自己东西被盗了 请及时报警 自从入驾以来呢 武汉市公安局开展了名为 三打击两整治一提升的专项行动 将打击盗窃类案件作为了工作重点 在武汉警方的努力下 当地盗窃案方案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群众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利的保障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法治在线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法治故事 前不久在河北邢台做建筑水电安装工程的刘经理 需要四五名工人 就在水电招工QQ群里发布了招工的信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招工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就在刘经理发布招工信息的当天晚上 一名自称是张家口人的男子 与他电话联系 说他有四五名同乡都是专业水电工人 与刘经理约定 第二天由一个名为杨某的人 带队到工地应聘 当时他们说是都是专业水电工 来的就是说每天都要的工人的工事费也不高 能符合我要求 当时也挺高兴 第二天 杨某领着三个人来到刘经理的工地 他们进工地大门时 以身份证不方便拿出来为由 只有两人出示了身份证 显示为张家口级人 而就在刘经理给这四人安排宿舍时 又跟进来十个拎着编织袋行李包的人 自称是和杨某等四人一起来应聘的 我当时发布信息是要四个人 要四个人以后第二年他就来了十三四个人 我就说我的根据我的工程的量 我用不了这么多人 当时他们就急了 一听到刘经理这么说 杨某等人立刻将刘经理围了起来 开始对刘经理进行言语上的恐吓 在围困刘经理的这数小时时间里 这伙人扬言 如果刘经理不雇佣他们 就要给他们支付往返路费和三天的误工费 共计两万多元 同时这伙人还威胁说 如果刘经理不给钱 他们就阻止施工 刘经理无奈之下 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这些人离开之后 刘经理立刻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 这样的案情在当地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办案民警发现 杨某团伙在短期内 还与刑海另外两个工地发生类似纠纷 民警深入调查发现 杨某这个团伙平时游走于京津冀一些建筑工地 从未相对固定的在某个工地工作过 通过我们调查呢 我们现在发现 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 以打工为幌子 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而且他们已经作案多起 通过我们深挖呢 我还发现另外两伙 以同样的手段 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今年的5月11号 秦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联合多个分局 对这三个团伙进行集中守网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8名 从网上走 然后看见有招工的 就打电话办 需不需要工人 如果需要我们就去了 我们去了工地之后 开始开工地 走宿舍开工地 然后再开始谈个人的要求 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开始和老板谈判 开始有我们无工费 落费 不给客人 就不让老板走 一只茶油老板 一只多老板给 离子 经调查自2016年至今 这三个团伙已经在 金金记等地 采用上述手段 敲诈30多家工程队 每次敲诈 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梳理侦办中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日在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